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股市米其林 我是謝文綺 那今天是8月15號 今天是禮拜四了 朋友們真的這個禮拜又快過掉了 那這禮拜股票應該原則上都是漲了吧 那你們持股當然 我不敢去說一定漲 但是 來跟文綺我的動作的 有沒有都漲 好不好 這真的是希望啊 可以來找我 你們就來找 有什麼問題要我幫忙 股票有什麼問題要我來處理 真的都來找我 今天其實是算 現在我看是下跌了100點左右 早上都在平盤左右 那量的 我一直在講量的 其實我從上禮拜開始 我就在講量的問題 一直在講量 可是量縮 就算你說量縮整理 其實都是好事 都是好事 我上禮拜其實我就已經先講了 果不其然這禮拜就這樣在 開始整理量縮啊 報紙也在報導 很多分析師也開始在講 那其實我上禮拜我就講了 因為漲多了本來就是會怎麼樣 休息 那最主要量縮還是投資朋友你們自己啦 因為你們現在還在 半信半疑當中 盤勢好像又回來蠻多了 你們還在怕還在擔心 我只能講真的你們不要怕不要擔心 來跟著我動作你們就 不用去擔心這些了 好不好 這是最主要量縮的問題 真的我的LINE小鼠MP57 一樣要幫我加進來 有什麼問題你們直接在裡面問 其實我昨天做了一個活動啊 我送給你們 你們有來的 我相信 都有賺到錢 儘管股票沒有漲停 但是我還是敢講我還是要說 我也是實際這樣動作 好不好我LINE 你們今天如果第一次看了 或者是還沒加入的 小鼠MP57幫我加進來 YT頻道也幫我訂閱 持股有什麼問題都來找我 我做了我裡面 記事本裡面 每天都會丟一些信訊 信訊 訊息上去給你們看 你們可以看有些拿到真的都能賺 郁金光啊 晶圓店啊 今天也有好不好我等等講 我的節目一定要幫我持續收看 LINE小鼠MP57 幫我加進來 美股 昨天 你說這個 廢半小跌 都算漲好了啦 道瓊又佔回去 又佔回去 4萬 那你們 又要去擔心嗎 好像又反彈而已 真的 沒有這麼 不要去那麼擔心啦 我真的這樣講 昨天美國 你說 公佈CPI 那我其實昨天我在我LINE盤後我也講 預期就是會低 市場預期就低 果然低 那你說低真的有特別大漲嗎 怎麼現在好像又不一樣了 投票你們去想前幾個禮拜之前 前兩三個月 在公佈CPI PPI 如果下降很多 低於預期好像 市場會噴 可是今天台股有噴嗎 沒有 習慣了 習慣了 我一直講 你們現在 怎麼樣 不用再因為這些問題 因為已經反應過了 會降息 那因為景氣不好 所以先跌一波 我早就講 那回到會股票漲 那現在好像 因為大家好像都預期又會 又會 怎麼樣又會降息了 所以好像股票又沒什麼反應 很矛盾 這個人很矛盾就是這樣 PPI下降溫 CPI又降溫 好 2.9 對不對 2.9 那當然最主要說要降息 現在還是要看什麼 8月飛農 看8月飛農 下一週 下禮拜 那還有就是 領事業金的人數 最主要還是看這兩個 那可是當然 文綺老師我在看 原則上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降息就是你說9月 現在已經8月中了 9月去降息 原則他沒問題 對 要降息 可是市場怎麼好像 又冷掉了 所以同樣我跟你講這個就是 你們喔 被一些分析師去講降息降息 講了一年了啦 不要說一年半年啦 從去年 應該從去年 10月11月開始這樣講 真的差不多快一年了 講了一年 那你們也習慣了 那還要因為降息的升息關係 好不好買就對了 我一直在講一直在講就是這樣 我跟你講最低真的 斷下去不用再講 可是重點為什麼我還要講基本面 8月6號在講基本面沒用 對不對 那怎麼樣 怎麼樣 是不是昨天新聞 新聞 昨天前天新聞出來還是好 今天新聞出來還是好 所以你說要不去看這個嗎 還是要看 做股票你不去看這個當然不是百分百 可是 這是最基本的依據 好回過頭我先講量的對不對 我在8月8號我就講量縮了 量縮整理會是好事 我直接下這個結論 我8月8號我就講會量縮 8月8號在哪裡 投票 8月8號在哪裡 8月8號在哪裡 8月8號在這裡 這一天 8月8號我就說量縮 當然這天也縮了啦 阿老師 你要這樣想喔 我打這個 8月8號這個是 我早上就打了 好這一天早上我就打了 就那天縮掉 後來有沒有持續量縮 有 8月8號我就先講 量縮整理是好事 好不好你們真的不用擔心 那鴻海回補缺口 好回補缺口 回補缺口會有什麼問題 就是一個壓力在 所以今天鴻海說跌下來 我真的覺得你們都不用太擔心 短線尾盤也有點下來 還是180 我等等最後我給你看我怎麼跟我客人說的 我希望真的你們 來找我的 我不會讓你們失望好不好 來找我 我不會讓你們失望 但是有些東西啊 你說外資 你們要去講量縮 我再講量縮 跌下來這裡 現在大家還在寄望要跌 可是外資這底下 其實已經開始有買 買超多少 也是在買超嘛 下半年 買超百億 有沒有開始 而且都是8月 就7月 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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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買超超過百億 那你們要擔心嗎 有賣啦 也有賣啦 8月8號也是賣 可是後面有沒有繼續買回來 我講的是大盤 有 那你們要擔心嗎 很多人一直講一直講 要下來打第二隻腳什麼的 一直這樣講 一直這樣講 從頭你們只是在寄望啊 回到這邊你們賣掉的成本可以回來 不是嗎 可是真的回得來嗎 你們自己去想一下 主力會讓你們下來去撿便宜嗎 不可能 因為他這邊已經上車了 他是已經上車了 他們現在這邊上車 一定是要拉更高去賣 那你們這邊又不敢做不敢做 市場講真的啦 你們還是懷疑 市場現在是不是今天好像又 恐慌 覺得量縮不好 很多人在講量縮跌怎麼樣 我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 我拿前面例子這邊來 我講好幾天了嘛 初量完 爆帶量完跌 隔一天跌最低 開始量縮啊 可是量縮一路漲啊 量縮一路漲 量縮一路漲 出大量完有沒有量縮再一路漲 拉更淺一點這邊也是 對不對 這邊 有沒有量縮 朋友 也是量縮啊 量縮一路漲上來 所以現在就跟之前一樣 所以你們 不用太擔心啦 我講真的不用太擔心 量縮完會不會一路漲 我們可以看 可是我還是要跟你們講 你們要敢 你們要放心 不敢真的來找文起我 不敢來找文起我 我能幫得到你們 一定要幫 昨天我講的東西也讓你們賺 好 那今天這個出來 大家去看這個 GDPT 充4萬美元 我拉 用網頁的給你們看比較清楚 我講 大家可能要去注意 成長率 失業率 GDPT CPI 就很簡單 政府現在也是希望怎麼樣 失業率下降 GDP上升 失業率下降 GDP上升 都一樣嘛 那我看的不是這個啦 因為這個大家也都希望 就是要這樣 中間數據怎麼樣 先不管 好我覺得 我必須要跟你們講 看新聞這個要看 主要怎麼樣 提出 國家希望工程 他主要還是要扶持什麼 半導體 人工智慧 軍工 安控 還有什麼 通訊 好不好還是這個 好底下又講到 創新機器智慧國家 這個智慧算人工智慧的國家 你說一些 節能以外 最主要最主要怎麼樣 促進AI產業化 產業AI化 很饒舌 這政府的 算是新聞稿吧 促進AI產業化 產業AI化 什麼意思 你回過頭這幾個 好不好 半導體 人工智慧 軍工 安控 世世代通訊 這些還是政府接下來要 讓他們AI化 就這樣子 所以我在看新聞不是像你們 看這上面這個數據有什麼用 就是要失業率下降 GDP上來 誰都想這樣 不要講政府 每個人都想 所以這些東西 看看就好 重點真的 我還是去看裡面 AI還是重點 今天機器人 去傳什麼 黃龍信到底會不會來 我不曉得 現在也還不曉得 市場又 剛剛我看 又說可能會來 不曉得 可是我先講 他如果來 當然這些股票會漲 一定會漲 所以 我當然覺得 這一些 裡面可能 一兩支 這一個禮拜要有 因為他如果來就是噴 那沒有你就出 那還有除了這一些 當然一些相關AI的 都要有 因為他如果真的來 繼續噴 好不好 繼續噴 沒有太大的問題 那他昨天Google的AI手機來 我先講 對台灣 不會有這麼熱賣 因為本來Google的手機 台灣就沒有到 銷售很好 那所以這些廠商你說 鴻海 穩貌 經濟 GIS 一定會好嗎 不一定 為什麼 當然我也上網去看很多人在那邊講 台灣嘛 還是希望用 台積電的 CPU嘛 所以他下一代 現在是P19 P10是用台積電的 現在還是用三星的 所以很多台灣人會覺得 那我等下 明年 明年用台積電 比較好 晶片用台積電比較好 散熱也比較好之類的 那還有一個重點 會買這種手機 有些都會直接買高價 可是他高價 他 一般的是8月22號 下禮拜 8月22號下禮拜四 就剛好一個禮拜 要上 可是他高階的怎麼樣 年底前 很多人就忍掉了 年底前 他其實搶在今天 8月昨天公布就是因為要搶iPhone的東西 可是他現在最高階的又要年底才上 國外是9月上 國外9月上 結果台灣要等到年底 那大家市場就忍掉了 我先買iPhone就好了 我買其他的先用 所以 策略不好啊 說紅海網貿一定會好嗎 這個 當然AI Google的在全世界 OK 可是在台灣真的沒有這麼熱賣 再觀察 再觀察 那昨天最主要市場下 昨天下午是不是在講 紅海法說 都很好啊 其實真的沒有不好 都很好 那中文今天為什麼會跌 對不對 今天為什麼會跌 台積也是啊 獲利王 現金王都是台積 今天好像也 沒有很好 那我講你不要因為今天跌 你們又再覺得不好 好不好 台積紅海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我再講一次 跌是結束 台股都會回到多頭 再 並且再度創歷史新高 真的 接下來就會這樣走 今天台積怎麼樣 又跌下來 好像 剛剛好像又盤上又跌下來 紅海怎麼樣 又跌 那我一直講 我也跟我客人說啦 從這邊一路 你要想要從 160 上來到這邊180 十幾%了 那現在就是回補這個缺口 這缺口在哪裡 收186.5 那像昨天最高187 收185 今天最高186 什麼意思 同朋友我跟你講 有人就是掛186去出 所以為什麼好像這邊上不去 好很多賞戶朋友就是這樣 他買186附近 他就是想怎麼樣 這個心裡我跟你們講 因為我碰過太多 而且 我知道很多人都掛186出 為什麼 你們就想 沒有好危險 這波這樣看起來很擔心很危險 所以 所以怎麼樣 186 差不多啊 虧手續費就好 出一出 全部掛186 所以他到了就下來 到了就下來 兩天 這個缺口就是這樣 那站上來缺口 我也覺得不要緊 整理一下繼續 就給他繼續漲 量縮 真的都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籌碼乾淨 傻乎 你們還不敢來亂 傻乎你們還不敢來亂 好真的當市場 現在還在恐慌 就是好事 全面樂觀 才是不好的 好你 記住我講這句話 全面樂觀 你們才會覺得 要完蛋了 可是呢 現在這種 行情你們還覺得 猶豫什麼的 擔心什麼的 恐慌的氛圍 還會長 我跟著講還會長 那不敢的 真的來找我 來找我幫你們 我幫你們 好不好 台積宏海真的 你們要做的 你來找我 要怎麼動作 來找我 我會跟你們說 那我講 我的LINE好不好 我在講 我的LINE一定要幫我加 下面 小老鼠 MV57 你幫我訂閱 掃描 如果你們用手機看 不能掃 就是記一下 LINE的ID 小老鼠MVP57 幫我加進來 我裡面真的 我提起來 8月9號 金圓店我就放了 8月9號在哪裡 這一天 這一天 有人說 公佈當天漲停 有買的一定都有賺 113 你說現在小跌 118 同朋友都還是賺錢 好不好 有 看到我節目 我LINE一定要幫我加進來 我都會放一些資訊在裡面 好今天 這是今天的 8月15號 爆大量 你說真的有很多量嗎 至少最近這邊開始 技嘉 好不好 可以看一下 如果 當然我前面只說技嘉不好 這一段有沒有不好 一度不好 那下來這邊 上 站上 這一條線 我們要觀察一下 為什麼 你說技線站上來 如果整理完會不會繼續漲 可以 那外資他們怎麼估啦 好不好 正面評價不變 這我也分享給你們 還有 群聯 今天也是 講評價不變 好不好 維持中性 評價也不變 有沒有一路墊上來用 這裡從428到這裡差了多少 快100塊 當然也是整理啦 今天也是出量嘛 都1000張的量 今天也出量 好這可以觀察 好不好 LINE裡面都會有訊息 那我講玉金光 我也再講一次 玉金光我也講了嘛 我8月7號 投票我跟你講 很多人還會去酸 老師你沒有在前一天8月6號進去買 你就不對 你沒有那麼厲害 我講啦 要這樣摸底 好像一直要摸摸摸 如果我問你如果這一天下來 你說這一天買對嗎 那這天為什麼我敢買 我就是知道底部到了 我也跟你們講過了 現在大戶很容易 不要說大戶啦 市場容易是禮拜五大跌 然後假日新聞滿天飛 禮拜一再跌 結果禮拜二怎麼樣 跌到10點 10點以後開始往上拉 是不是我講這三天就是這樣 禮拜五 禮拜一 禮拜二下去 10點以後開始往上拉 這一天沒有買 有時候真的不要說買最低 我也沒有說我什麼都買最低 我很多動作我是8月7號開始 因為我知道底部到了 這天OK了啦 可以了 當然因為我 我曉得很多人是砍在一二 融資斷下去 所以這裡一定可以安全 安全 結果沒想到真的就一路上 好不好我都有在 都有講 我都有講 真的 這一波你 不曉得怎麼做 真的來找我 好不好 直接漲停 8月7號 恭喜會員 好真的8月7號 那郁金光我怎麼說 我說因為平價AI iPhone要出來 那可是 你平價的iPhone又可以用AI 我打個問號 好我打個問號 對不對我這兩天再提 我今天再講應該最後一次講了 好不好 所以郁金光 這兩天好像又不好 是不是 我已經先提前講 這個新聞出來 iPhone 平價 AI iPhone 出來就是一個問號了 你平價的iPhone 為什麼又可以用AI 因為現在最新的iPhone 15 也只有最高階的兩支可以用 那為什麼平價的iPhone 是可以用AI 打個問號 打個問號 好我怎麼說我怎麼做 我節目我就這樣講 好不好 郁金光怎麼動作 真的來找我 昨天外資這邊 在大賣 就 你說1000 快2000張 好不好一半他賣的 昨天4200 他賣了要2000張 快一半是他賣的 怎麼會這樣 好不好 來找我 沒有問題 微硬 我怎麼說 準備回2000 同樣今天有沒有碰到2000 有 又下來 再等等看 今天有沒有回到2000 其實是有的 底部這樣一路上來 好不好 這是高價股 這是屬於高價股 那信華也是 這一波有沒有這樣上來 有 所以我講 要做高價股真的來找我 我有辦法幫你們 尤其你們資金多的人 做高價股一定要來找我 我有辦法 好那當然接下來切 昨天在講光盛 又回來了對不對 哇 昨天 好 這8月12號 同樣8月12號是這一天 也算最底了啦 再漲停板 昨天8月14號 這樣漲 今天 今天再漲 尾盤又要收上去 你們這一波這樣下來的呢 怎麼辦 你說今天盤這樣跌 我就講今天盤跌 沒有關係 重點個股你要把握得住 你要把握得住 大中呢 尾盤跌 投票 我必須講真的 這支股票 我早就已經秀這個東西給你們看了 我把它拿掉了 對不對 這一段 你說今天跌 沒關係 我還是要講 這一段 就這一段 怎麼做 你們怕嘛 這一段你們怕 我做給你們看 好不好 昨天講講 昨天是不是拉尾盤 昨天拉尾盤 那今天 掉下來 1% 好不好 跌1% 剛剛我錄影的 做資料的時候 還是盤上 現在你說跌下來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怎麼做 我怎麼說 我今天也沒有漲停 可是我還是敢講 昨天我公佈這一檔 MSCI 納入的股票 對不對 我昨天也公佈了 我昨天也公佈了 今天平盤 好不好 我講這個我昨天把它拿掉 我今天就直接拿了 也不再做一次 當然看我節目 有時候去拆著東西 也很好玩 你們如果拆對了 我恭喜 我恭喜 這一段賺得到 為什麼 我在7月26號這一天講 26號這一天 你說一路下來下來下來 如果這邊你有買的 這一段你賺得到 76最低 現在是10多 76到 10多 你們去賺這個 應該OK啦 我的股票就是 不要說跌在這裡就沒了嘛 至少回得來 投票這個是我要跟你講的 我有辦法 文綺我有辦法這樣子做 可是你們自己呢 你們現在應該還是很多股票 套在底部嘛 我講了123嘛 強勢股 落後不張股 跟落敵股 有沒有落敵還要觀察 可是強勢股跟什麼 落後不張股 你要敢做 你要做得到 不然你要把一些 落敵甚至還沒落敵的 換到這些股票來 你才有機會啊 才有機會 好不好 亂世出英雄 我會帶你站在巨人肩膀 肩膀上 讓你飛翔 我也講了嘛 巨翔嘛 這個我都已經提前講了 我的字凱 我這些東西就是會這樣去做一個梗 巨翔 有沒有就是巨翔 我也要公開啦 不公開不行 大家好 在那邊說 老師你一直 講一些東西好像都沒有出來 對不對這一段 還會漲 還會漲 我們可以看看 為什麼我會做這個東西 真的我是 真的有東西給你們 我不是亂講 有來跟著動作的我恭喜 好不好 都有賺到 我這個再講 真的是跌身後最能看出 股票好壞 強勢股真的有沒有領先 我講實在話 昨天有看我節目有 來動作的 我昨天做的也是強勢股 為什麼 短線就是會漲 所以昨天送給各位的 短線的強勢股 就是漲上去 我等等介紹 你節目一定要幫我看完 為什麼 我今天節目我再送你們一檔 我再送你們一檔 一樣這種強勢短線 你們去賺沒關係 我要讓你們恢復信心 重點是看我節目就能賺錢 要不要參加隨便 重點是看我節目 你們就能恢復信心 這才是重點 那如果不漲股要不要做 也要你手上一定要有 因為 當大盤帶上去以後 下一波漲了 落後補漲股 還會漲 落底股就是在觀察 就是在觀察 真的 底部有沒有起漲 有 真的有 而且不少 你來跟我 一定都做得到 好那我講 神盾算不算 算 落後補漲 還沒到所有均線上 這我們就算落後補漲 你有做到都能賺 昨天 昨天 我講8月7號怎麼樣漲停 一樣是8月7號 我講我的動作都不是8月6號啦 你如果要去找一個分析師說他8月6號完完整整去動作 那我恭喜 我沒有 全部都是8月7號進去 我看準了我才進去 我不是去賭 那我知道確定要漲 我才進去 這一天進去我覺得 一半一半在賭 當然 10點以後拉上來就大概知道要 回穩 可是 8月7號這一天 我才確定 我才確定 好8月7號漲停 好8月14大漲 好這一段 7號到14號 同學朋友 昨天是這樣 快漲停 那今天呢 又回來盤上 好早上下去 有沒有回來盤上 現在應該收平盤左右 沒關係 我還是要講 光盛神盾 我還是敢講 對不對 我不會去 去亂講的人啦 光盛有沒有這樣收上來 有 那星漢呢 朋友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這一段 現在主要搭上機器人 所以 我講機器人的股票 你手上至少一兩支你要有 為什麼 如果黃文勳 老闆真的來 那不得了 那不得了 你一定要有 好不好 一定要有 一定要有 這算 從底部落後補漲了吧 他也不是說 完全站上來啦 算落後補漲 對不對 那協議機呢 協議機就比較算強勢股 可是 好像要下來休息 再等一下 再等一下 好不好 再等一下 那當然 最主要最主要最主要 精彩 這支應該是說 要講最久了 可是我說真的 我不太想 一直去聊它 為什麼 朋友真的很多人在擔心 那昨天外資有沒有在買 你說投資好像又買回來 我一直跟你們講 不用擔心這一支 我215買的 現在有沒有再繼續賺錢 有嘛 有嘛 8月14 昨天 今天 今天 今天這樣子 今天這樣子 那我還是要再講 同朋友連會員都在擔心啦 看盤後都在擔心好不好 連是會員的人都還在擔心 連會員都還在擔心 可是呢 同朋友我必須講 這個是我VIP清貸的 8月8號的時候 我沒有那麼無聊自己造假 真的有這個人 8月8號在哪 8月7號嘛 8月8號這一天 我請他去買 就他只買了20張 有點少 有點少 我講真的有點少 20張 207.5 207.5 到今天是多少 228 20塊 一張賺了20 他只買了20張 一張2萬 20張40萬 同朋友那重點我要跟你們講是什麼 有時候真的 為什麼人家之所以會是 有錢人 不要說大戶多大戶啦 幾千萬以上 為什麼有些人會有那麼多錢 那你想他買完 他也不去擔心 你說8月8號買完 跌這樣人家會擔心嗎 人家也相信我 對不對 可是有些會員 我不知道去講什麼 就是會去擔心 你們看太多了 這兩天跌很多 搞不好有時候要破線 你說5日線 20日線破了就出了 很多人愛看5日線 10日線去做股票 就出了 可是呢 有沒有繼續漲回來 我一直講這隻很好很好很好 相信我好不好 相信我 有些大戶就是可以這樣賺 他20張這樣下去賺 207到今天是228 20塊 一張2萬 20張40萬 40萬賺到了 40萬在手上 那 你們要怎麼講 好不好 真的來找文奇 我有些東西 我有辦法 那我要跟他聊鴻海 回到180號 我在8月13號 我跟你們講 8月13號 這一天站回來180 我中午就跟他說 會有 回到180 會有一點壓力 等回補缺口 有沒有 有啦 碰到186 就這真的就下了 186就下了 再等一下 所以我說 別人說我看很準 好不好 股票市場真的完全反映人性 對人性心理學也要研究 你們不研究沒關係 來跟我 因為這是我研究好 你們跟我的股票動作就好 只要市場一直傳出怎麼樣 恐慌氛圍都是好事 全面樂觀才是危機 我看好的波段 一張都不要出 昨天絕地大反攻 我講快點 真的沒時間了 我是不是昨天送你們這一支 我講昨天14號嘛 我早上帶會員一定要先動作啦 對會員一定要有交代 昨天送這一支 昨天你們有來電了 但我會員先進去 可是 今天好不好 今天你們進去買 買不買得到 昨天我買完還下來喔 買完還下來喔 有沒有 便宜讓會員買 有 買完上去 那今天呢 有沒有下來 我昨天如果有來 我相信你們都有看到 都有看到這一支 我相信都有 都有 老師你去追高耶 沒錯 強勢股啊 這強勢股啊 你不敢追短線沒機會 漲給你們看 漲給你們看 好這是我昨天會員好不好 老師哪一支絕地大反攻 昨天14號晚上 然後下午回 我晚上回跟他講亞光 這是我會員 所以他知道這一檔 這是我會員 所以投票真的 中間的我沒有空講了 好不好 那重點好不好 今天 今天怎麼樣 這一支絕地大反攻 2 雅光你們昨天有收到 不管有沒有買啊 沒關係 有買我恭喜 沒買的沒關係 寄雅光再下一支 我一樣幫你們恢復信息 一樣給你們 我送給你們 好不好 你們真的可以 來電 022564366 加我的LINE 2加 這支我給你們做 我跟你們講 一樣是怎麼樣 這種短線強勢股 你不要去講 要等嘛 要去要等 我不行 因為要給你們恢復信息 我不要讓你們去等 為什麼 我 挑好了 線型 你們去看啦 沒關係啦 要截圖什麼 去找啦 這一支 有沒有跟 跟雅光的線型很像 要突破 有沒有很像 投票這剛剛我印的哈 這不是 不是雅光啊 這一支 好不好 跟雅光很像 一定賺 也不能這樣講 一定啊 我不能講這種話 你們來拿絕地大反攻 2 我送給你們動作 恢復完信息 再來跟著我 好不好 祝各位操作愉快 真的LINE 小水P57 幫我加進來 跟著一起操作 這一支股票 一定要有 各位投票 我們明天再見 謝謝 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各別有加證券 無不當真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